美國影視大亨何賽 某天被人發現 他和太太伸中了多槍 城市在自家豪宅 其中何賽膝蓋 幾乎被散彈槍打爛 彷彿是黑幫折磨仇家手法 但影視大亨怎麼和黑幫主張關係 兇手的真正身分 更令所有人大吃一驚 經典的電影滴滴血 是由何賽的娛樂公司所拍攝的 他是個白手起家的生意人 16歲那年從古巴移民到美國 當時身無分文 但如今已經是身價上益的影視大根 何賽的兩個兒子長得很帥氣 總是受到女生歡迎 大兒子萊爾很會打網球 渴望成為國家級的選手 他同時也是名校 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材生 而弟弟艾瑞克 雖然還只是個高中生 但已經具有好萊塢明星的架式 甚至喜歡寫劇本 兩名高富帥 過著人人稱信的生活 一切再美好不過 1989年那個暑假 兩兄弟晚上外出看病也 沒想到一回家 就看到了恐怖起象 警察趕到他們的豪宅 看到硬是大亨何賽 全身是血坐在沙發上 沒了呼吸心跳 而妻子凱蒂則是倒在地板 兩個人滿身彈孔 現場殘不忍睹 甚至夫妻倆的膝蓋都被打爛 像是黑幫折磨仇家的手法 這也引起了警方注意 會有這樣的懷疑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何賽的飲食帝國 替他賺進大把鈔票 難免有人眼紅 即便在公司裡 何賽的風評也不是太好 一言柯形式作風文明 他經常不留前面的罵人 但儘管為人十分強硬 何賽在事業上的成就 還是受到推崇 隱形西威斯史特隆 對何賽的死去感到惋惜 他的兩個兒子更是悲痛萬分 萊爾特利穿了爸爸的鞋子 出席父母的桑里 表達他最深的想念 而艾瑞克則是傷心到無法說話 但是幾個禮拜後 難過悲傷的氣氛才持續沒多久 兩個大男生一拿到爸媽的 受監理賠金之後 就大肆揮霍過起狂歡的生活 一點也沒有失去雙親的悲痛 倒像是重獲自由的人 在把握好不容易得到的性生活 而幾個月的偵辦 依舊無法掌握兇手身分 正當案情陷入膠著 出現了一個轉機 一名叫做朱達蘭的神秘女子 來到警局報案 他說他知道兇手是誰 朱達蘭告訴警方 一個叫傑羅姆的人 手上握有破案的關鍵錄音帶 但是傑羅姆被威脅不能說出去 比佛利山的警察半信奔疑 前往傑羅姆的家 沒想到真的找到了這段驚人的錄音內容 錄音帶的聲音來源 竟然是萊爾和艾瑞克 原來未有錄音帶的傑羅姆 是他們的心理醫師 兄弟倆殺害父母之後 因為心理壓力過大 在看診時竟然坦誠 殺害了自己的親生父母 而傑羅姆醫生發現事態嚴重 又怕遭到萊爾和艾瑞克的毒手 不敢報警 只能偷偷向女朋友 也就是後來向警方密爆的朱達蘭 泄露這個驚人秘密 他們拒絕了殺我 誰拒絕了殺你 麥蒂德哥兄弟 他們做了 傑羅 他們告託了麥蒂哥 他們告託了 警察 警察 麥蒂德哥兄弟 你們受罪了 你們有權要保持閉嘴 任何你說可以 都會使用你 在法律上 兩位帥氣的傅家公子 竟然就是殺害親生父母的兇手 這個驚天動地的新聞 馬上引起全美國的關注 核塞的家庭如此完美 兩個孩子又擁有一切 究竟為什麼 他們要恨心殺害自己的父母 而律師在開庭的第一天 就爆出驚人美目 你聽到某些事情 他喜歡做他的小孩子 而一的就是 把他肩膀放在這個肩膀上 和賽因為凡事要求完美 兒子的功課經常都是媽媽找人 幫他們完成 如果兩個人闖了禍 和賽也會馬上花錢替他們解決 關起門來總是不忘辱罵 爸媽對他們的互動 永遠只有要求和命令 好像把兩個兒子當成屬下員工 毫無親情可言 兩個男生竟然長大 卻還是一直被爸媽控制 在野人無可忍 決定殺害父母 在法庭上說出自己殺害父母的過程 艾瑞克一滴眼淚也沒有 只是兩個男生都滿18歲了 如果不喜歡父母的管教 可以選擇搬出去獨立生活 但他們不願意放棄巨額家產 殺人的點子漸漸醞而成 我真的不認為你也可以殺他們的事 你必須保持盡力 至少是為另一個事 詭異的是 艾瑞克撰寫的第一部電影劇本 講的就是殺害父母 以便快速繼承家產又可以得到自由 因是大亨何在被槍刪的結局 原來早就被自己的兒子編寫完成 配成團最後裁定 萊爾和艾瑞克的一級謀殺罪名成立 背叛終身監禁 不得假釋 兩個兄弟原本過著所有人羨慕的生活 卻因為想要自己的自由繼承全部家產 採取激烈手段痛下殺手 卻也因為這樣的行為 他們現在失去了一輩子的自由 再也無法享受過去追求的夢幻生活 而何賽夫婦為了維持完美的假象 用激烈的方式管教小孩 讓他們永遠維持100分 卻反而導致孩子觀念偏差犯假重罪 看似完美的比佛立山家庭 背後藏著崩壞的親子關係